歡迎收聽《紳士國聽新聞》 我是Susan 近日中國重慶東原地產母公司 迪馬股份發表公告 稱旗下公司債到期未能支付 已經構成違約 迪馬股份的第一大股東為東銀控股 他的控制人羅兆宇 是中共前政治局常委羅幹的侄子 正因為當年有羅幹的這把保護傘 羅兆宇在重慶可謂呼風喚雨 5月6日迪馬股份在公告中稱 由於公司銷售及回款下降 流動性緊張等綜合因素 未能按其足額上還本息 因此該債券已發生實質違約 21迪馬01債券發行於2021年4月28日 資金用途為駐留租任項目建設及支出 償還有息債務 該債券於2024年4月30日到期 發行規模4億5千萬 票息7% 迪馬股份還發表一份風險提示性公告 警示可能面臨退市的情況 公告稱 截至5月6日收盤 迪馬股份股價為每股0.95元 首次跌破人民幣每股一元 如果觸發連續20個交易日的 每日股票收盤價均低於人民幣一元的交易 類強制退市情形 則會被上交所終止上市 因此 迪馬股份的股票簡稱 也變更為ST迪馬 截至2024年一季度 迪馬股份總資產為522億4800萬 總負債443億2300萬 資產負債率為84.83% 目前 迪馬股份流動負債總額高達397億7200萬 其中一年內到期的短債合計有97億0500萬 相較於短債壓力 迪馬股份的流動性很緊張 他的帳面貨幣資金剩下12億4700萬 不足以覆蓋短債 在5月7日 重慶東銀控股 持有迪馬股份35.55%股份 宣布和重慶市江南城市建設發展集團有限公司簽訂 戰略投資框架協議 江南集團成立於1999年3月 企業性質為有限責任公司 實際控股人為重慶市南岸區國有資產管理中心 東原地產成立於2004年 一直是迪馬股份總營收的主要構成部分 佔比超80%以上 迪馬股份由羅兆宇創立 羅兆宇的父親羅剛 是中共前政治局常委羅幹的唐卿 1997年 羅幹升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副書記後 羅兆宇開始在金融領域強制推行 將普通運鈔車替換為防彈運鈔車 因此 羅家的首筆財富更源自生產防彈運鈔車 1997年10月 羅兆宇和母親彭啟慧控股的廣州和騰實業發展有限公司 共同合資組建中期公司主營防彈運鈔車和警用車 這也是迪馬股份的前身 中期公司的註冊資本為303萬 其中廣州和騰出資300萬 羅兆宇正是拿出3萬佔1% 1998年 羅兆宇成為中期的實際控制人 在這個過程中 羅兆宇將公司名稱由中期改為迪馬股份 由此開始了東銀系的報告 羅兆宇又將特種車業務 和房地產相關的東元地產 商業物業紛紛注入迪馬股份 東銀系版圖即成 羅兆宇主管東銀控股 迪馬股份則由她的妹 羅兆永管理 由於有羅幹的這層關係 憑值權力、資訊和剋商作業 在運作迪馬股份的同時 羅兆宇還傾吞江蘇國有企業 是位於江蘇嚴城的江棟集團 江棟集團從1959年開始生產茶油機 2017年 羅兆宇家族在福布斯中國富豪榜中 以92億5000萬身家 位列223位 然而同年11月 東銀控股陷入債務危機 東銀控股債務如期1億3000萬 其控股的江棟集團債務如期9億元 受此影響 羅兆宇一手打造的東銀系 遭空前壓力 債務規模超8億元 有知情人士表示 羅兆宇不過是羅干 罪職臉財的代理人 據稱 羅兆宇曾遭人舉報 被指是重慶 第二副的黑社會頭目 羅兆宇家族財富的迅速膨脹 正值薄熙來主稱重慶時期 雖然薄熙來在重慶行事高調 橫行無忌 擅長黑黑黑 但面對比他更黑的羅氏家族 他也只能退讓 中共官場一名高級官員 曾向《大紀元》透露 羅干因迫害法輪功 而害怕有朝一日會被清算 他的家族早已在南美洲秘魯山區 擁有一處秘密莊園 配備私人武裝力量 並在當地投資銅礦來準備後路 自中共十八大以來 羅干和他的家族的貪腐傳聞一直未斷過 再加上他缺席了中共十九大 他的家族正面臨著政治和經濟的雙重危機 當時外界傳出消息說 羅干病危正在搶救 亦有分析認為 羅干可能會涉及周永康的後塵 成為中共黨魁習近平的打虎目標 並已經受到控制 羅干、曾慶紅、周永康、江澤民 都是迫害法輪功的元兇 在他們巨大的貪腐背後 是更大的罪惡 羅干更是世紀 偽案天安門智焚案的主謀 當年 羅干為了成為中共政治局常委 一直在尋找機會努力討好 時任中共黨魁江澤民 當他察覺到江澤民 容不下法輪功 真善忍的時候 他立刻意識到 這是撈取政治資本 往上爬的大好機會 於是從1996年開始 羅干就不斷地 挑起迫害法輪功的時段 直至在1999年 挑起425事件 1999年7月20號 江澤民開始發動對法輪功的迫害後 羅干一直充當江澤民的第一幫兇 他掌控的中共政法委系統 成為迫害法輪功的最主要力量 專門負責這項任務的610辦公室 常設於政法委內部 由於法輪功學員反迫害 及擴大民眾的抵制 中共無法維持對法輪功的鎮壓 於是江澤民指使 由真慶紅出謀 羅干實施 自導致演了一場被稱為 世紀藝案的天安門智焚事件 這次煽動傳聞對法輪功的仇恨情緒 加劇對法輪功的迫害規模 2001年8月14日 在聯合國會議上 國際教育發展組織就天安門智焚事件發表聲明 強烈譴責中共政權的國家恐怖主義行徑 聲明表示 錄影分析表示 整個事件是中共一手導演 該聲明當時被聯合國被案 2005年12月13日 羅干在訪問阿根廷期間 阿根廷法輪功協會 在首都布爾洛斯艾利斯聯邦法院 對他提出刑事起訴 指控他犯有群體滅絕罪和酷刑罪 以上節目內容取材至大紀元專題部記者 徐益陽報導 今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此為止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